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桃园市从2014年起开办免费老人免费假牙 截至今年6月已有3万多人申请 为扩大照顾范围 市府从今年7月起针对未满65岁身心障碍者 只要具有中低、低收入户身份 都提供相关口腔医疗照护 为此 市府卫生局今天召开记者会 呼吁符合资格者尽速提出申请 市府提供的身心障碍者口腔医疗照护补助计划 要求申请者需涉及桃园市一年以上 该计划是针对未满65岁职中低、低收入户身心障者申请补助 其中年满12岁者 补助项目为活动假牙及固定假牙 至于未满12岁儿童 则提供防住风际 不锈钢牙关 成型乳门牙透明牙套 单、双、侧空间维持器 申请身心障碍者口腔医疗照护补助计划 并不影响未来申请老人免费假牙权利 郑文昌说 桃园市从2014年起 针对涉及一年以上的65岁以上长者均各申请活动假牙装置补助 截至6月已有3万多名长者申请 如今扩大补助范围 至于原有的长者活动假牙補助也会持续进行 卫生局长王文彦表示 未满65岁之低收 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民众约有4400人 补助金额 衣申请项目 年龄及身份福利别而有不同 12岁以上每人每年假牙补助总金额最高 为中低收入户2万元 低收入户4万元 未满12岁儿童则每人每年最高补助2万元 卫生局表示 由于牙医师必须修满身杖口腔照顾学分 才能执行该项补助计划 符合资格的医疗院所 医师名单已经送达相关协会 民众也可拨打服务专线 0333368556查询 相关服务讯息可知卫生局网站最新消息查询